广西的大陆海岸线竟然比江苏的长 而且长600多公里 相信很多人初听起来都不敢相信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起来了解一下 我国东陵太平洋 自北向南 濒临渤海 黄海 东海 南海 自东北的鸭路江口到广西的北农河口 我国拥越的大陆海岸线长度长约18400千米 而岛屿的岸线长度为14247千米 加起来海岸线总长度超过32600千米 广阔的岸线资源 使得很多的沿海省份的发展也是如虎添翼 我国沿海的省份 自北向南有辽宁省 河北 天津 山东 江苏 上海 浙江 福建 台湾 广东 香港 澳门 广西 海南 可以看到在这些沿海的省市中 广西显得并不突出 甚至还有一点不起眼 因为它看起来很短 直线跨度还不足200公里 所谓眼见为时 耳听为虚 下面我们借助软件测量和验证一下 大家看一下 从左往右 直线跨度大约是164公里 确实不足200公里 所以好多人的第一感都认为 广西的海岸线是非常的短的 非常的可惜 而相比之下 江苏省的海岸线看起来就要长得多 它的南北直线跨度居然达到了400多公里 差不多是广西壮族市区的三倍之多 下面我们同样借助软件来测量一下 大家看一下 江苏省的直线跨度大约是436公里 果然是广西的三倍左右 然而你知道吗 广西的大陆海岸线长度实际约为1600千米 而江苏的大陆海岸线实际长度为954千米 所以看起来很短的广西 实际上比看起来很长的江苏省还要多出600多公里的海岸线 这显然是超出了很多人的意料之外 这是什么原因呢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 广西位于我国的南方两广丘陵地区 多山地和丘陵 河流短小极处 流速较快 泥沙在河口淤积的很少 这里的海岸大部分以丘陵和3D为基地 所以海岸基本上保留了原来的丘陵3D的形状 海岸线比较的曲折 感阔水深 多天然粮感 比如防尘感等等 这里的海岸线弯弯曲曲 如果把这些海岸线都崩直的话 就可以达到基人的1600公里 但是浓缩在一幅地图上的时候 会给你造成一个错觉 以为它会很短 而反观江苏省 它地处广阔的江淮平原 平原上有淮河和长江等渊源流长的大河 它们不仅水量丰富 而且携带着大量的泥沙 从西往东 顺着地势的下降向海里倾泻 加上海水的顶头作用 使得大量的泥沙沉寂在海岸上 波浪和潮汐不断地冲刷泥沙 形成了弯曲横扫的平址海岸 所以它直线距离看起来比广西的长 但是实际上要短600多公里 而且感觉这里缺乏天然的优良港口 其中的江苏连运港 算是比较出名的一个 所以广西和江苏的海岸线 一个看起来很短 其实却很长 而另一个看起来很长 但是却很短 绝对是超乎大多数人的意料 为此大家有整个看法呢 欢迎评论留言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